字幕YK 母女正經呀 喂!大家好啊 這樣呢 今次呢 就 同你們主要呢 是說呢 黃浩信 還有陳志堯 兩夫妻究竟是合定分的 迷結團 啊OK 還有一些古代歷史的 一些的郊大廈 另外,其实星梦,妈妹,我真的这样叫,Yumi已经少了被人留意了,除了她和王振传,大家一来一往,玩厌了,但是未来的时间,主要是妈妹,宜明希和Cantelle的内战,他们两个搞内战,就够大台了。 这次叫,妈妹内战斗大台,真是落过这样的标题就对了,待会说他们两个怎样内战,因为很明显,闫明希的新歌越放越多了,在9月20号正式出街,当然是万进期待,星梦的粉丝,我相信,其实我们通常支持星梦,妈妹两个人,或者加上Yumi加上Windy,我们四个都喜欢的,不过,他们有什么动向, 不过来说,他们内战也好,赞人气也好,总之都是撑的,无论你喜欢Cantelle多些都会听闫明希,你喜欢闫明希多些都会听闫明希的,就是闫明希出新歌,跟着Cantelle9月22号生日,两个人的人气,在下星期一二三,中秋节前后大比拼,OK? 好,那我们先入正题先,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首必记的频道,分享,留言,赞好,和按旁边, 好,要听你们一天的12点和8点,看看有什么片出,这一套呢,这个《无来正经》10D呢,当然就是在19月17号的星期五六点钟出街啦,那这个黄昏六点钟出街呢,因为我要去星回望啦,如果你是支持我的,因为我都是被人打到飞起的了,被YouTube,那你支持我的话呢, 你跟我今晚,听完没来正经呢,都去听星回望啦,下个礼拜一,我是会上政坛新秀,是9月20号啦,去支持梁梁啦,真的是梁思韻,OK,八卦说这些东西而已,你没兴趣的,那些是讲政治的,OK,好,我们入正题啦,首先第一件事呢,就闫明希新歌给大家, 要讲一下给大家听先, 而闫明希的新歌呢,就真是,真是万众触目啦,因为呢,叫《真话的清高》呢,短短时间呢,已经有8套片介绍《真话的清高》的啦, 《真话的清高》呢,其实就是9月14号,有少少画面出来,15号就开始就confirm啦,20号出, 已经放了些资料啦,现在逐点逐一支出来,那在我这一刻,我做节目的那一刻, 9月16号呢,已经是听到四句的歌词,那么我呢,我并非偷人家的视频啦,我在播给大家听啦! 聽多次 聽到一點,不知道你聽得清楚 不過,基本上四句歌詞加一些 窩啦窩,也當成為第五句 給你聽了五句,但其實嚴明熙就說有高音的 都要用真力,扯上去 不知道是否是兇死那種,應該未必是 花毛雪唱到中段,他真的要大力推上去 但不知道真話的清高要不需要這麼下力 好像當年唱花毛雪那樣 無論如何都好,我仍然是推動大家支持嚴明熙的 因為嚴明熙這個女生,我始終覺得 她是跟香港一般女生不同 她父母是雙妃,即是她媽媽下來香港生孩子 兩夫妻,即是她爸爸媽媽都不是香港人 你說雙妃很壞的,下來吃香港福利 那現在那個雙妃,他們兩夫妻送了女兒來香港 讓你香港有得嚴明熙聽 你不要罵人家雙妃啦 但是嚴明熙她的身世應該就是 可以說她經常跟父母分離 始終有一些孤兒的感覺 她有這個感覺 所以雖然她知道 姑丈姑母對自己很好 但是她可能是很客氣的對姑丈姑母 始終覺得自己還是差一點 所以她在骨肉分離 或者她不開心 或者掛著家裡 她思想上真的比較成熟 所以我覺得這種分離是一種苦難 用一些基督教俗語 即是在這些苦難和痛苦裡面 原來是可以磨練人成長的 所以嚴明熙她個人比較成熟 她叫她去學唱歌 即是她姑丈對她好 她知道她好像學業成績各樣都不太好 怎樣呢? 別人交了女兒給我照顧 她想不到她希望她走一條路好 那不如她唱得歌 她好像唱得不錯 不如就推她去學唱歌吧 姑丈對她有苦心 她感激 但是她又會覺得 不可以辜負姑丈 所以她努力退學 即是她思想很成熟 她會覺得她是比同年齡的女孩子 是長進、謙虛、有禮貌 這些其實是香港一般小孩子沒有的特質 所以她很有趣 她說話是詞不達意的 所以她好像裡面有很多東西 她…你是不清楚的 所以這個人呢 她唱歌可以… 咦?她就是那四年而已 別人讀過學位那四年而已 她就一直在讀中學 用四年時間去跟高臣惟去學 她學到…這樣的程度 真是… 這些你沒有辦法不佩服她的 所以呢 其實我講一下我對她的分析 另一邊啊 Cantelle 喂… 那當然是厲害了 Cantelle和賢明希是另一個極端來的 賢明希是一個灰姑娘的故事 但事實上她裡面有一個公主的本質 所以這個是迪士尼公主系列 灰姑娘是很重要的 Cantelle 她根本天生就是一個公主 她不用灰姑娘了 是吧 那接著就… 有… 9月22日生日 那就簡直就整個巴士 去… 痴海報慶祝了 究竟這壇事 是不是曾志偉量度出來的呢 即是… 大家在尖沙咀碼頭呢 就有機會看到這輛 正在行走的 狗吧 七號仔 那OK 那如果你新行的 可以去尖沙咀碼頭等這個 這個… 七號仔 接著在前面呢 就打卡拍張照啦 這樣 那就當是支持Cantelle啦 其實她兩個人的特質呢 氣質完全不同 Cantelle就是… 高度保護 家裡… 扔很多資源 每個月萬多人給她讀國際學校 英文無敵 就是… 接著呢 在這個國際學校 這個學校的體制裡面 她不唱歌好像有很多路線 那樣 而銘熙呢 反過來 就是… 她不唱歌沒有路線 她現在以她的學業成績 我想她升讀大學都會有些困難 因為… 事實上她可能最厲害就是音樂啦 是不是 那… 但是她… 她現在走了去… 去… 投入去歌唱事業 我覺得… 我不介意她不進大學 因為… 我也是覺得她… 讀完… 考完DSE 全程投入去演唱事業 她一定是下一代的天候 Cantelle 完全不同氣質 就是… 家裡… 就是… 萬千寵愛於一生 那… 她會不會是未來的新一代天候呢? 我又很期望 香港同時間出兩個天候 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天候 Cantelle 快要15歲了 一個15歲的天候 另一個現在16歲的天候 就是… 就是… 你看看天龍八部 就是… 這個… 哎呀死了 忘記了那個什麼… 靈奏宮啊? 就是… 總之呢… 幾姐妹呢… 一起去爭…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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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Cantelle 和賢明希 會不會像… 這個… 這個… 蕭瑤派… 那樣… 兩大…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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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妹的故事呢… 應該不會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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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很期望啊… 香港樂壇的復興… 一 bringt… 曾智蔚's… 算過… These were such great 你… Chantelle 9月22日… 9月20日是中秋,而明熙在9月20日出新歌 擺明就是《生日大戰山歌》 挺好玩的 無論如何鬥人氣都好,兩姐妹 最後得益的一定是曾志偉和TVB 那就好,TVB真的靠她兩姐妹翻山了 轉話題,講神神秘秘的陳志遙 陳志遙剛剛 我想我做節目的時候 就知道是李居明,就串她 你自己看片段,因為我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因為比較像偷片一樣 你看新聞報道也挺好看的 因為李居明就刺爆她 因為陳志遙好像跟她老公和好信 一直都是一個僵持的狀態 其實剛剛有一些突破口 不知道她有個朋友 請她們慶祝生日 她們兩夫妻同時去破天荒的 接著人們就以為她們兩夫妻已經和好了 甚至用到那個詞叫做復合 她還未離婚,為什麼叫復合呢 我也不太明白 但什麼都好了 然後李居明就刺爆 在某個活動的時候 就刺爆她說 喂,李居明是個神棍 我很不喜歡這些迷信的東西 不過香港的有錢人很喜歡的 沒辦法 這些神棍也很有錢的 那不要管了 因為李居明最有名的是搞什麼大迷信 拍那一部影片的時候 甚至是虐待兒童 很惡劣的 不要緊要了 不說李居明 但是陳志遙就被李居明刺爆 就說陳志遙不肯復合 這個故事類似是這樣的 其實你說這對的男女都是很樸縮迷離的 2021年年頭 我覺得最近出了Yahoo十大新聞 我覺得十大新聞應該說這宗 因為香港2021年其實在1月的時候 這宗新聞是很厲害的 就是那時候黃浩遜得到2020年的士帝 他拿的應該是踩過戒意義做士帝 但是反黑路人甲也很紅 2020年的時候 黃浩遜得到影帝之後 在他的感言裡面看到陳志遙 陳志遙的即時反應就是這個 他好像是不屑 你贏又如何呢 那樣的樣子 那個是李老公來的 你應該替他開心的 事後當然就是他在說 其實我有點呆滯 但是你老公說了一分幾宗話 提到你 那個鏡頭一聽你 你不是笑 不是拍掌 不是興奮 而是這樣的樣子 是很神秘的 那我這些是 重複講白駕拍了 當日黃浩遜得獎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超級性感的裝扮 應該是這個裝扮 我又不想強調他的乳房 色色 但是事實上他當日就穿得這麼性感 是事實的 其實他由2019年開始賣他的龍胸廣告 其實他也是表達到他是一個 真是很大的一個空暴 這是事實的 對不對 我自己有時候經過隧道口 經常都看到那個品牌 就不斷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品牌 我忘記了 不說名字 不太去宣傳 但是不斷見他那條事業線 那這個是事實 那是不是 他刻意 去 裝扮性感 是用來向老公示威呢 那 我 你 常常不理我 現在我 我 那個空暴 成長到這樣 再度發育了 所以 喂 你 錯了一些好東西 我活得比你好 這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去到 這麼 有個這麼強的示威 敵對的情緒 為什麼又不離婚呢 喂 你們兩個生了個小孩 離婚很平常 經常都聽到的 那些明星離婚的東西 為什麼陳志堯 是 不捨得沒有了這個名分呢 但是又在敵對 就是 他覺得他老公 有人傳聞 他老公發肥 但是 他老公 有幾發肥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那你做娛樂圈 那你拍戲 那些女主角 當然會傳聞 那些緋聞 做老婆 當然是 會難受的 但是 他就不斷 農 衰點說 就是農凶 就在那裡示威 其實 你黃浩信 遇到什麼女生都好 都不夠我好 好像是這樣 這個都挺過癮的事情 但是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是娛樂圈的傲秘 究竟他們兩個 究竟現在是什麼狀態 還是兩公婆合起來呢 其實這樣就宣傳了 但是其實曾志偉是很聰明的 就借他們這個這麼神秘的婚姻關係呢 就是不斷逮捕陳志偉的 就是什麼好聲好戲 拿總冠軍 很多事情都推陳志偉出來的 忘了好像開新大中藝 又好像 又找他 不知道 騷演技 那這個也是 曾志偉其實那個 把握力是很高的 就是你好像中秋節 Chantelle生日 就弄嚴明氣 讓他們生夢搞內戰 那就好 最後得益是曾志偉 捧陳志偉 借他們這個神秘的婚姻的傳聞 又是拿來搞人氣 真是沒有 這一代的TVB在曾志偉手下 的確是好過以前很多的 這個是說的事實 先說這樣